男人为了夺取别人的超能力 他竟拿起砖头 随着他仔细研究男人大脑后 竟掌控了对方隔空空物的超能力 可就在一天前 男人却还是个只会修表的普通人 但一个人体研究博士的出现却改变了他 博士怀疑塞拉可能拥有超能力 这让不甘平凡做个表将的他十分兴奋 于是他立马接受了博士的检查 可经过检查后博士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觉得可能是他搞错了 塞拉根本没有超能力 但不甘平凡的塞拉受不了 他无法接受自己即将辉煌的人生 却重归平凡 于是他顺走了博士超能名单上的电话 而事实证明塞拉其实并不平凡 因为他竟能夺取别人的超能力 得到超能力的塞拉再次找到了博士 并且当着面展示了隔空空物的超能力 这震撼的一幕让博士久久不能言语 于是他跟塞拉达成了合作 可殊不知塞拉只是为了博士手上的超能力名单 因为他要将别人的超能力全部夺取 拿到名单后他果断杀掉了博士 自那之后塞拉利用能力 一个女孩的不死能力时 却遇到了所有超能力者的克星 一个能让人能力失效的海地人 塞拉被专门研究超能力的组织抓了起来 在这个牢房里没人能施展超能力 他们要研究塞拉到底是怎么掌握多种能力 因为别人都只能掌握一种能力 可克莱尔他爸还是太过自信 尽管手下极力劝阻他杀掉塞拉 但却被驳回了 而深知塞拉恐怖的女人 决定不听命令将她杀掉 可就在她动用延出法锁的超能力命令塞拉自杀时 没想到塞拉只是随手一挥 就将女人死死掐住 这下完了 原本打算杀人的女人 却直接白送了塞拉一种更恐怖的超能力 可不知情的克莱尔他爸还将塞拉瓶晕 试图研究她的大脑 看着完全陷入昏迷的塞拉 克莱尔他爸放心地走了 但就在这时医生却说塞拉吸入太多名要死去 不料就在克莱尔他爸掀开白布时 却发现上面躺着的禁食医生 面对恐怖的塞拉克莱尔他爸 他根本不是对手 只能任由对方拿走了自己的钱包 原本用来关押犯人的牢笼 此刻却成了囚禁自己的监狱 看着塞拉拿着写着自己家住址的身份证 克莱尔他爸疯狂路口 他的女儿危险了